今天準備的青菜物資有韭菜、大黃瓜、南瓜、大陸妹 和助理一起在服務處門口逐一分裝好各類新鮮青菜 以及麵包、乾糧、飲料包、麵條、衛生紙和口罩等民生級防疫物資後 再親自把這些物資送到中山區 確診特別是獨居或是弱勢等居隔在家民眾的家門口 協助解決燃眉之急也讓民眾很感興 你好,這是青菜,這是麵,這是燙 燙嗎? 好,謝謝 我們基隆疫情大概是從4月底的時候開始爆發 那秉均這邊其實也大概已經準備了 將近送了500多份的防疫物資 那從一開始的有白米麵條還有一些口罩的一些物資以外 那也感謝後來還有我們像果菜市場 楊明偉、我們理事長還有很多的前輩 還有包含四季蛋糕 或者是我們在我們衛宜綜合路100%的幸福小站 他們也有提供麵包 讓我可以來去送給我們這些確診者 雖然我們最近的疫情有比較趨緩 但是還是有很多獨居的長者 因為一個人在家中他們沒有辦法外出 然後來所以需要這些民生的物質 所以我們送這些麵包還有蔬果 其實都可以讓他們立即性的來去享用 當然我們也常常也抽到一些他們的子女可能在外縣市 沒有辦法馬上回來基隆來幫這些爸爸媽媽送餐 所以都會透過網路或電話來跟秉均這邊聯絡 當然我們也是盡自己的能力 盡量幫助到不管是獨居長者或者是確診者 只要你們沒有辦法外出 我們都會盡量滿足你們的需求 包含送藥或者是有相關的需要服務的地方 我們都會盡力來去協助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還是相當嚴峻 張秉均持續結合社會上善心團體商家和民眾 從一開始分送快篩季到現在持續準備新鮮的蔬菜和麵包乾糧飲料包 麵條衛生紙以及口罩的民生及防疫物資 沒有停歇過希望竭盡全力來幫忙民眾度過疫情難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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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